各位车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我给大家带来的本次飞翔房车俱乐部的相关的房车视频介绍 我是飞翔房车俱乐部的王兴 近期飞翔房车自主设计并制作的航空座椅受到了广大车友们的热爱 那么在大家喜欢它的这个原因呢,大致有三点 首先第一点呢,因为它有良好的一个包裹性 那么第二点呢,是它的靠背可以任意的调节 并且还有了电动突破的功能 那么当我们在长时间户外出行的时候呢 会缓解了我们旅途当中的行车疲劳 那么第三点呢,航空座椅呢 飞翔房车自主研发的这款航空座椅呢 它跟传统上的座椅呢,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么也是车友们喜欢它的第三个亮点 那么它第三个亮点呢,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还加了一个策划的功能 那么当两个人同时在航空座椅上坐着的时候呢 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因为加了一个策划的功能呢 让两个成年人同时在乘坐的时候呢 这种舒适感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飞翔房车自主设计并制作的这款航空座椅 到底和传统上的航空座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么大家跟着我镜头和我一起呢 走进飞翔房车的包袱车间以及鲁金车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航空座椅 从焊接到包袱以及到上车上装完成是怎么样的一个环节 因为呢,我们想只有让车友们知道了 大家看不到的一些个组件的一个生产过程 那么当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才能够做到放心 才能够舒心的进行持有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车间 来到了我们的包袱车间 下面呢,我们一同走进我们的包袱车间 看一下航空座椅是如何诞生的 下面呢,我们来到了对于飞翔房车的包袱车间 那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包袱车间里面 有已经成型做好的独立的航空座椅了 那么在这一块呢,就是它的发向调节的这个按钮 现在按钮呢,还没有进行上装 那么在这个两边呢,大家可以看到 工人师傅呢,已经把头枕也给这个放上去了 这个由飞翔房车已经做好的层景的这个航空座椅了 在我们的这个旁边呢,大家可以看可以看到 这个呢,就是进行一个发向调节的一个开关的一个装饰的一个地方啊 并且呢,这个东西呢,就是用在我们旁空座椅上 护手下面的这个,护手的这个帮,它就是有两块板材 折叠在一起 形成的我们的旁空座椅上 两边的这个护手帮 那么旁空座椅的 表层呢,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能够看到,它是一个针孔的透气式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当我们坐的时间长了之后呢 也不会因为座椅的不透气,而导致的一个不舒服 那么旁空座椅的里面 以及靠背,它是由什么样的结构做成的呢 待会呢,我们一同走进五金车间 去看一下,航空座椅的框架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在我们的定理一边呢 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工程师傅呢 正在为我们做新时代B型房车上的 B型车上的独立座椅 独立可以调节的座椅 那么同样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依然是采用了 靠背可以任意进行调节 靠背任意可以调节 只要您轻轻的扣拉一下这个扳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靠背呢,依然是可以任意调节的 那么同时呢 在下面呢,我们还装有这个 前后的这个滑道 那么不仅可以进行靠背调节 同时呢,它还可以进行前后的滑道 来缓解我们魁部的疲劳 并且呢,它是补合人体工程学的这种设计 那么在我们的座椅的存放区 我们把已经做好了的航空座椅和独立可以调节的商务座椅呢 做好了之后呢,就由我们的运输的座椅专用车呢 去运输到我们的生产线上 进行上装 好了,大家看到的这个成品呢 已经看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去五金车间去看一下 座椅的框架是如何做出来的 好了,咱们走吧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五金车间 那么五金车间呢,在这个工位上呢 是座椅的焊接工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个零部配件呢 零部的组件呢 就是我们用于航空座椅上的零部组件 当然了,现在还没有进行这个 呃,按接点的处理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能看到吗 嗯,还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保险带的卡槽 保险带的卡槽 那么在保险带的下面呢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可以进行 调节的一个 呃,旋转的一个机构 在靠背的这个结构当中呢 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做直线 而是做了这种曲线 而这种曲线呢 我们就是采用的 专用于座椅上的 弹簧,高臂头弹簧 那么因为用了这种曲线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大家在座的时候 以及在靠背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种弹性 那么当我们如果做了这种直线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板,比较硬 这种弹性呢,就没有这么好 所以呢,在我们的帮背 以及我们的座椅的下边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它都布满了 分布均匀的布满了 这种高密的这种探簧了 非常舒适的这种作用了 那么大家现在看 是不是我这样一放 大家就知道了一个这种 作品的一个出行了 我们大家看一下 在放置电动吞托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有一个电机 那么这个电机呢 同时也是使用的工业级的电机 那么大家知道工业级的电机呢 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频率非常的高 并且呢,在频率使用非常高的情况下 它都不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放在座椅上 我们在使用的这种频率上 就更没有问题了 它的牢靠性啊 以及它的这个电机 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支撑腿 有效的拖起来 以及我们频繁 这个日复一顿进行使用的时候 混为坏 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因为对它来讲呢 是小菜一别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镜头 能够清楚的看到 在我们的五斤车间上 五斤车间的座椅的工位上呢 我们的工人师傅 正在紧张有序的 用我们的工装去探接 我们用于床车上的 商务独立座椅 当然了 这个航母座椅呢 总舰鞋部呢 也是通过这种工装 有序的探接出来的 做这种工装的探接呢 可以有效的保障啊 座椅在每一台车上的这种 严谨的程度 以及它的牢靠程度 还有就是座椅的 和地板和车厢的地板的 连接的 这种解密的 所以呢 我们的同时呢 还增加了 我们的工人师傅 在焊座椅当中的这种效率 因为他们都是 由这种工装上进行焊接的 所以每一个座椅出来了 误差呢 基本上是 很小的误差 那么只有这样焊接出来的这个座椅呢 在装到厂上 在我们行组的过程当中 它才能够做到 不会有异响 并且呢 它的这种质量的这种可靠程度呢 会更高一些 经过了刚才我们在五金车间 在包袱车间 带大家看到的座椅 航空座椅的形成 那么现在呢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就是再熟悉不过的 飞翔房车自主设计 制作的 航空座椅的成品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右边的 八角条件的电动按钮呢 我们可以看到 腿托呢 轻轻的就抬动起来了 再通过一个指示 往前 那么呢 刚才我们看到的工业级的电机 它就在工作了 那么我再给它一个指示 当我们靠位 跳节的时候呢 它更有效的 保障了 我们在长途 旅行过程当中 降低了 我们在旅行当中的疲劳 同时 刚才还给大家 有介绍了一个 也是车友们比较喜欢的一个 就是它跟传统上的 行字也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又给它 加了一个策划的功能 你看 当我们给它一个指示的时候 它就开始策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想一下 两个成年人 在长途旅行的时候 大家在坐的时候 就不会导致 这个手臂呢 和另一个人的手臂 进行这个摩擦了 那么在长途 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这种乘坐感 会更压舒适一些 近期有很多的防智车友们 以及飞行防智俱乐部的粉丝们 通过私信评论的方式呢 给我们进行留言 大家说 飞行防车的航空座椅 被某某厂家模仿了 被某某厂家也用在了 这个其他品牌的防车上 其实呢 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们的航空座椅 被市场所认可 被车友们所认可 所以呢 当其他的防智厂家 在使用 在他们的其他的品牌上的 这个防车上的 同样也是使用 这种航空座椅的时候呢 我认为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越来越多的厂家 当使用航空座椅的时候 使用这种创新的 实用的这种设计的时候呢 最终 是我们的车友们在受益 是我们的车友们 在选择防车的时候 更加多了一份参考 当大家 在使用 这种防车的时候 大家才不会再进行 二次的改装 因为在很多 车友们当中 大家都有 对 座椅的需求 还有的是 对这种 环形的卡座 大家在拆老 进行二次改装 这种事情呢 绿绿发生 所以呢 如果说 能够 做到 我们选择了一台房车之后 不进行二次改装的话 那 真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 所以呢 我们认为 其他房车厂家 也去 坐航空座椅 增加了这种配置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让我们的车友 在我们选择房车的时候 能够 避免 二次升级 二次改装 去花这个冤枉 前的一个过程 当然了 飞行房车呢 会一直在 房车 创新 自主研发 这个领域当中呢 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并且一定会 越做越好 那么 也非常感谢 飞行房车俱乐部 以及咱们车友们 一直以来 对飞行房车的支持 欢迎大家 在下方进行留言 进行评论 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 把好的一些个意见 建议呢 反馈给我们 我们会给大家进行 一一的回复 感谢大家 对本次节目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